政治訊息部分 總統馬英九在國慶演說當中 特別提到了 兩岸關係不是國際關係 而這項說法現在也被外界解讀 是否在向大陸釋出善意 若和主委王玉琦 接受電台專訪時強調 這跟馬總統過去提出 兩岸不是國與國的關係 意思一樣 不過目前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才拋出兩岸應該要逐步解決 政治議題的說法 馬習兩個人的說法 現在也被解讀成了 是雙方隔空呼應 兩岸人民 同屬中華民族 兩岸關係不是國際關係 一中各表再有註解 馬總統國慶文告 兩岸關係非國際關係 莫非再為台海兩岸定心調 跟總統過去講 就是說不是國與國關係 意思一樣 我們是中華民國 但是中華民國裡面 有另外一個統治黨局在那邊 這個也是一個事實 從APEC的角度 如果總統能夠親自出席 絕對是一個好事 但是到底時機 成不成熟以及對方 有什麼想法 這個還有很多時間可以來思考 加碼互主 王玉琦不擴大解釋 重申政府兩岸立場沒有改變 只是總統這番話 不僅是在友邦雲集的國慶大典上說的 日前APEC消息會 習近平也才提出民族經濟說 兩岸新局 馬習似乎兩相互應 我們跟中國的關係 就是兩岸的關係 就是權力 兩千三百萬共票 民族經濟說 民族經濟說 只有九點二 所以對於國家的大政方針 乃是兩岸議題 他是沒有權力 沒有權力來做任何決定的 他把兩岸不是國際關係 當成要跟習近平見面的伴手禮 綠營重炮抨擊 王玉琦則強調 陸委會主導協商機制 已經在APEC建立 脫下白手套 護側風向 似乎萬事俱備 逐步為馬習慧搭橋鋪路